國民黨最得意的 就是新北 台中跟高雄 就得到很大的勝利 所以他的支持者 或者是他潛在的 或者是一直是存在的對手 大家都在看 看你有沒有搞出一個名堂來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他不笨 他恐怕還比一般人來得機靈 所以我們這樣提醒他說 我們為你擔憂 他其實心裡說復辟了 我當然知道 所以韓國瑜這次選得 那麼漂亮 那麼好看 讓民進黨十分的 真的傷到骨子裡頭 我覺得他最大的一個特點 就是充分的發揮著 所謂廟口文化 廟口文化你們這些年輕的 也許都已經沒有看到 我小時候晚飯以後 廟口文化就是免費的 甚至是廉價的 一個湊熱鬧的 然後去看個半小時回來 就好好洗手臂睡 你說廟口的什麼布袋系 不是 我就不是布袋系 它是基本上都在賣藥 但是他要賣藥 他一定要讓人 要人進來 要人進來 然後藥賣得出去就要賣給他 對 他的人如果不達到 一定的水準的話 他廟 藥沒有人賣 所以他一定要打勒打勾 說快來看 慢慢看 減看一盤 隨隨隨隨便 人走 小孩子都急在前面 等到他真的要賣藥的時候 其實人都會走開 因為大部分都覺得 我不需要那個藥 還有很多人不相信 就是在地板上擺的那些藥 所以他賣了 他開始前戲 這個前菜 就那麼多人來了以後 他又撐住 就是說他等到開始要 開始要收錢的時候 這些人不能散掉 這是要看本事 所以韓國瑜選舉的過程中 所謂愛情摩天倫 變成愛情的產業鏈 或者是說招商賠稅 或者是非常廉價的醫美 這些其實都是前菜 他現在就說 這些前菜算不算數 如果算數的話 他就要把它轉變成 裡頭正式要賣藥的部分 我是有一點懷疑 這些東西要曬馬 要轉成正式的賣藥 或者是醫美的部分 他就看了一次高雄長庚 也沒有下文了 所以這些都很不容易 現在好像已經有一些 健檢團自己來了 對 把這些都 我認為都很不容易 我們當然希望他成功 連陳吉麥都不敢說不希望 現在我們朝野有一種 很詭異的氣氛 就是政治就是零 經濟就是一百 那也是鬼扯 因為當你強調說 我們兩岸這些都可以擺下來 都可以不去談 那個就是很政治 那個怎麼是政治零 那個政治是很高的 大家不要互相 我跟你講 習大大也在北京正在想 你們這些台灣人靠這一套 竟然還呼嚨得有那麼多的選票 竟然沒有政治通通搞經濟 竟然還要我來買你的東西 我還要放這個觀光客到台灣去 習大大說這還得了 這我有一天收復台灣的話 都來這一套的話 那我怎麼統治台灣 他剛剛聽你的廟口文化 他應該有點懂 他會進進去 習大大也不會比韓國瑜笨 所以他現在 他曉得這個要撐住 所以你看他的觀傳局局長 就這一套很厲害 他花樣爭奪 琼瑤也來 誰都來 海永玉愛河 天作之和 這一連串都有 這個就需要撐住的場面 但是韓國瑜知道 他一定要有主菜 而且主菜 這短時間不會有效果 但是一年兩年大家總要說 你一定要有一個結果 其實不能等一兩年 因為我覺得國民黨 這個2020的選情 有一大部分是要看韓國瑜的 如果韓國瑜還算可以交代的話 那國民黨這口氣 可以一路沿下去 如果韓國瑜到後來 到一年下來 什麼都沒有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要比韓國瑜更緊張 所以他下去拜訪這些企業 我認為國劇 日月光 華邦店 據我了解 這三家公司的老闆 一點都不利 這些公司如果你要看看 他們的背景 他們的政治景象 我都認為他們還算 那為什麼選前都挺成其邁的 這個就是剛才講的 這剛才他已經講了 因為 不得不低頭 因為民不與關鬥 民不與關鬥 所以他譬如說他就一事一事 投資幾億也無商也無仿 所以這些我認為都是偏南的公司 所以韓國瑜還是從最簡單的入手 因為這個什麼鮑魚 魚翅在後面 所以他現在要去訪問這三家 其實有護盤的味道 護盤 要顧盤也好 護盤也好 因為這三家都公開的 已經給陳其邁了 你總不能說陳其邁若選 我當選你們都跑掉了 都說不算不算 就好像郭台銘在威斯康辛 所以用陳其邁綁住這三家公司 不是 你看郭台銘在威斯康辛 有的時候說他要砍半 砍三分之一 政情不一樣 地方不配合 所以我覺得韓國 郭台銘要來 所以韓國瑜當然要把這三家 已經答應的 算是陳其邁的 陳其的 他要護住 這又跑掉了 你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所以這三家不會那麼白白 他一定說我答應的一定有 不會少 還會加碼 而且再加一點讓你好看 我覺得都不排除 我覺得對韓國瑜最大的挑戰 就是除了這三家以外 更像樣的 更大規模的 能不能因為你韓國瑜 當的市長而進來 因為平坦講 這三家所做的東西 第一任還可以 什麼國劇 日夜光 他們其實他們的科技的層次 都沒有那麼高 所以他如果能夠在這三家以外 找到以前對民進黨政府 沒有承諾 而現在因為大家都看好 就進來了 而且規模 推薦幾個名牌讓他找家 而且規模更搭 金額更多 那就是成功了 但是這些從答應 通過環評 通過什麼什麼 一路到真的有成績可看的話 恐怕要到第三年 這個恐怕都緩不濟集 但是韓國瑜還是要做 因為不做不行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要選機 大家要買說會動算 要做起床 你看你選前答應的 承諾的 打得最熱鬧的 你現在就在承受你當初 把他搞得那麼熱鬧的後果 我認為韓國瑜是很辛苦的 而且我看韓國瑜的健康狀態 並不是百分百 我覺得他還是要稍微休息一下 不要老婆說 他在選舉期間那個感冒 可能還沒有完全元氣恢復 不是 他就要挑愛河 老婆說 所以你不是一天到晚 都在愛河裡頭 像這樣就不要雙倍愛河 你知道嗎 這個身體不好 非洲豬瘟沒有來 但是豬腦袋已經來了 就是你老講 我必須講 因為很多網友 反正搞不清楚狀況 反正躲在鍵盤裡面隨便發 什麼這跟中國接軌 你去看看你家門口 在過年的時候 有沒有恭賀欣喜 對不對 一大堆 或者春聯等等 那就代表說 我們就變成China time了嗎 就是變成中國城了嗎 至於天坑的部分 但這個部分是 為什麼拿掉 就是因為他12月20號 他還沒有就任 可是有一部分 我其實是想提醒 這個韓國瑜這個小內閣 因為確實這5000個天坑 事實上是讓這次韓國瑜 能夠當選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可是因為韓國瑜 在他的內閣人士安排 他並沒有做任何的清算跟鬥爭 也就是說並沒有把所有高雄市 原來留下的這些人士 他全部都拔掉 他身上留用了非常多的人 其中有一位 現在擔任高雄市的主祕 他原來是誰 他原來是高雄市的副市長 對不對 叫楊明舟 我想這個利娜一定非常清楚 公務局局長 對 你如果去看楊明舟 他過去的整個資歷 他全部都在公務部分 也就是說如果說這5000個天坑 要負責任的話 我認為楊明舟要負很大的責任 他從公務局的科長 做到養工處 做到公務局副局長 公務局局長 然後變成副市長 一路上來 工程都是他在管 倒是要去提醒 因為當然現在看起來 整個工程的部分是由李四川 李四川他當然也是專家 他騙不過他的法眼 可是過去5000個天坑 這些執行的單位的重要的人士 目前都還在高雄市政府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5000個天坑 雖然這個新聞下架了 可是因為補坑本來就是非常複雜 有很多還有包工程 有的時候是你的這些廠商 包下來之後什麼偷工減料 或者你知道以前我們就聽說 這個我想李那也非常熟悉 有一些廠商就故意 就在下雨天之前去鋪 鋪完了之後就說是下雨天 就流失了 我要再鋪 就是來來回回 就是要賺錢 可以追加預算 對 就是要賺錢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確實是 未來現在有很多人 是雞蛋裡挑骨頭 但是當這個整個5000個天坑 確實我認為是一個比較 就是未來人家去檢驗 整個韓國瑜內閣的執行的效力 尤其這個天坑是在馬路上 大家天天在跑在看的 是很容易去挑出來的 我覺得在硬體的公共工程的部分 因為過去的這個政府 就陳菊政府實在是在做得太少 每一次我們在談高雄的淹水的部分 我們一定會提一個數字 剛剛提到下水道 下水道台北市的下水道接水 的固執力是96% 高雄是多少 我跟大家報告 高雄大概76% 你想想看這個差距就很大 剛才說 韓國瑜說會不會去游泳 到下水道游泳 我覺得如果下水道游泳有點危險 那個代表你們可能已經有水災了 所以你現在做這些接水管的工程 事實上 你現在是有很多的成長的空間 那你大家記不記得 就是所有的縣市首長 剛剛講說什麼馬英九 我記得還有圖寫著什麼一大堆 就是說其實這也是縣市首長 還害朱立倫 縣市首長很好作秀的一個方式 就是你就穿著青蛙裝 然後下去看你的下水道 是不是很通暢 有沒有清淤 那至於說 有沒有沙發床 摩托車跟床便 你知道為什麼 高雄真的有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們上次淹水之後 他們就開始清 結果說什麼清到什麼 有沙發 腳踏車 什麼亂七八糟 那就是那代表說 你到底有沒有清淤 當然你一個是清淤 另外一個就是下水道的普及率 是絕對可以提升的 接管率 對 這個接管率是絕對可以提升的 我認為他也可以 他也許不可能在一年之內 全部把它鋪好 但是在預算上面 他絕對可以提出來 他絕對可以提出來 所以就是可以立刻達出一個成績單 至於招商引資的部分 我也認為 其實剛特別講到日月光的部分 我真的覺得 如果台灣的未來 不管從中央到地方執政 我覺得政府真的不要這樣的 就是非常的惡劣 你不要拿著你的行政的權利 因為你太容易去處罰 處分 取締等等 然後另外一邊 又要東要西 什麼都要 要不到就取締你 就開罰單 要得到就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我認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剛剛講說 為什麼這些企業 當他什麼要開工或什麼等等之類 他都要請陳其邁 他當然要請陳其邁 因為那個時候確實陳其邁的慎選的 可能性比較大一點 老實講 我覺得這三家企業 我認為這三家企業 都會配合韓國瑜 先不要管他們可能背景 也許他們並不是 什麼真正的說 他是什麼長期民進黨支持者 事實上就真的很多就是 人在屋頁下不得不低頭 還有真的就是名不語官鬥 我沒有名其妙 請你那麼多罰單 日月光他雖然他最後是被判有罪 可是麗大也很清楚 他的罰款 他那時候是天價罰款 超過一億的罰款 最高法院最後做成什麼決議 高雄是要還給人家 他說你罰的不對 我請問你 你一家企業 為什麼最後最高行政法院會判到 說你罰款 讓你把一億多的罰款 退回給這家企業 所以你是不是有濫用你的公權力 然後跟企業予取予求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執法當然要執法 但是執法不要因為 你自己拿了行政權力 然後你就覺得說 你就可以變成說 要逼的這個企業 要做一個政治性的選擇 或選舉的時候你就要去押寶 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覺得 還關於只要開大門走大陸 我認為企業會願意到高雄去投資的啦